来来来 妈 我看你就不要选村长了吧 我下来没那么爱当 你就让他去当了 干嘛一定要跟他选呢 而且你看 你为了选村长 你花了一堆钱 然后还差点把抗奶来搞掉 你有必要吗 怎么啦 今天要不是他来乱 怎么会发生那么多事咧 要是今天康奶奶没有走丢 那我们爱之乌都要倒了 要是你没选上那怎么办 你在讲什么啦 爱之乌开得好好的 什么跟什么啦 好 来 你看 从去年到现在 几乎每一个月都是赤字 你连小海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 再不到两个月 我们爱之乌就要关门倒闭 你还要选村长吗 喂 我要选 就算我请家荡产 我都要选 妈 你以为 我选村长 是为了要跟那个夏首富赌气吗 我是为了我们月村 为了村长阿公 我要做一点事 趁长阿公在世的时候 月村所有的人 最照顾我们母女的就是她 当时要不是她老人家 我可能已经 那边 可以吗 对 阿彪 阿彪 大人都回来 你在做什么 不要这样 阿彪 阿彪 快跟我回去 阿彪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在这里做什么 跟我走 阿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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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 你找到小你怎么办 阿彪 阿彪 这是半年份的房租 你先收好 没有阿里留下来的债 我会想办法解决 你只要带着小李好好生活 把爱之物经营好 不要再胡思乱想 谢谢春春 你要记住啊 人啊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月春 永远是你的家 有我在 什么都不要怕 知道吗 我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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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月春没有了盐田 村民的生活都快过不下去了 只好到外面去打工 你村长阿公 为了让我有能力把你养大 你就借给我一块地 让我经营 所以才会有爱之物游乐场 只是 他现在来玩的人越来越少了 如果我没有选上 那那个夏首富就理所当然 会把那块地给收回去啊 夏辈应该不会这样做吧 我跟她是一起在月春长大的 她什么德性我不知道 全世界她最爱的就是钱 再来才是她自己 她会为月春着想 鬼 哦 她说得好听 要在我们村子里 盖一个观光大饭店促进观光吧 我告诉你 饭店盖好了 月春的人一毛钱都赚不到 是啊 村长阿公的遗愿 虽然是写说 要你们复兴盐田 其实他真正的心愿 就是希望月春 可以恢复当时的荣景 把村里的孩子 留在自己的家乡 不要再到处去漂泊 为了月春 为了成长阿公 一定要选上 知道吗 一号周慧敏 一定要选上 另一号周慧敏 彼此后